好 比赛开始 我们看到首先是 孙文发球之后 那么薛飞的跟板 就是发挥他右手指板的 一个调打得手 现在刘树文发球 薛飞接发球 直接反手拧拉 好的 就是写心呢 那针对薛飞的就是 接发球拧拉呢 早有防范 回数质量也非常高 在双打比赛当中 实际上呢 接发球一方呢 是稍稍有力 好球 喜心刘树文的开局 进入状态非常的快 实际上呢 喜心刘树文 从最近这几次比赛的 状态来看呢 是越来越好 渐入佳境 这就是喜心呢 手上的细腻功夫 一个白短球 控制得非常细腻 作为纸板选手 就是这个台内的小球控制 一定是比较擅长 要做到这一点 因为孙文和薛飞呢 他并不是这个长期的固定搭档 所以两人呢 从这个默契程度上呢 肯定还是有一些差距 还有一个呢 就是孙文和薛飞 孙文和薛飞都是右手 所以两个右手呢 在一块搭档的话呢 这个跑位起来啊 必须要跑圈 也就是说要绕圈跑 这样呢在跑位上呢 是比较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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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上 发动得非常快 有机会就上手 这板还是在 有点过于凶悍 薛飞啊 他的前三板还是不错 包括揭发球 他也非常注重 这个单板的质量 好球 现在我们看 许心刘世文 非常注意线路的变化 面对两个右手的话 实际上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战术 那就是 坚持攻一角 我们看这段时间 就是许心刘世文 更多的都是把球 送给了 孙文薛飞的正守卫 坚持攻一角 这样的话 两人在一块 这个跑位 就会带来困扰 第一局比赛 11比3 许心刘世文 很轻松地拿下 从今天开始 8号到10号 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奥运热身赛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 那么在这三天当中 会有男单 女单 男双女双和混双 其中混双 就是许心刘世文 打三场球 他们会跟第一场 实际上是男双的组合 孙文和薛飞 后面还有两队 一个是林高远 张瑞 模仿日本的伊藤美城 水谷所 还有一队 就是前不久 南洋战 夺得冠军的 孙影沙王楚清 打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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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昕加油 许昕加油 现在第二局呢 首先呢是刘顺文发球 是由孙文来接发球 发球之后呢 许昕是做好了第三板抢攻的准备 但是这一板我们看是弹网出界 每一局就是发球和接发球的队员呢 是固定的 陈nings vale 这两秒 大 unm 坏 都 你在这八局 好 这八局 三 都 可以 że 好球 漂亮 这一板扛住了 刘树文 双方已经退到了 中远台相持 洗洗刚才是发了一个侧选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 实际上 各个协会的奥运选手 都在进行积极的备战 其实包括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 日本的一堂美城水果笋 在前段时间也是跟男双选手来打比赛 这是一种加压的训练 连续白短 不错 这个球判断准确 揭发球抢攻 好 恭喜 好 好 刘树文还是比较擅长发勾手 他的高手发球还是比较有迷惑性 动作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这个球体现了洗洗 确实脚步相当出色 这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 凭借他的快速的脚步移动 和对球的这种本能的反应 虽然这一局 孙文薛飞开局给洗洗刘刘树文 带来一些压力 但是洗洗刘刘树文 凭借他们之间的默契 很快是摆脱困境 现在又取得了大比分的领先 这个是准备要发一个下拳球 他主要是看对方发球也有个判断 大家可以看到 就双打比赛当中 往往是发球的一方 相互之间他会做一个手势 就看下一个球要发什么球 那么跟板的就是第三板 这属于抢攻队员 这样许续刘树文又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刘树文的发球 这是一个擦边 11比6 前两局许讯刘世文 从这段时间来看 整个训练的效果 还是非常的出色 另外从状态而言 从最早的新乡战 新乡战他们表现得不尽人意 早早地被淘汰出局 然后到了南央战 他们是进入最后的决赛 输给了王楚勤孙颖莎获得亚军 那么从这段时间来看 的确是为奥运会做准备的 其实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如何在奥运会之前 将选手的状态 慢慢调整到最佳 他突然给一个中间老老车 对 因为他现在调一调到 你现在反倒一下感觉可以了 你怎么拉一碗呢 好 实在感觉 主张方面跟老华的 对 要二层的 那没完別打 那没有完别 今天天天·虎莎姐 现在天气是辣的 你现在哪会儿 sûr 对 今天可以啊 IL 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能够发起更大的挑战 大家看一下刚才许新的脚步移动 迅速地用并步到位 然后手上细腻的一个挑打 在双大比赛当中 实际上它更强调单板的质量 因为是一人一板 两个人相互之间的要求配合默契 跟板及时 好球 漂亮 给大家看到就是孙文和薛飞 从今天比赛来看 一方面的确配合的时间不够长 默契程度不够 另外大家看到多次两人是撞到一块 这个就是两个右板选手 打双大还是比较吃亏 大家可以看到从奥运会 1988年乒乓球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之后 就是男子双大 从88年开始一直到04年的男双冠军里面 只有一对就是刘伟良孔定辉 是两个右手选手 其他都是左右的配置 这个球对方其实回球有一些冒高 但是机会没有把握住 打双大 这放着一个转不转 这喜新总是能够在 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时机 因为他这种机敏的反应 确实喜新之所以是双打之王 首先他对旋转的判断非常准确 另外他这种纸板选手的脚步 发挥很大的作用 漂亮 这板完全算到 好球 双方对攻看看 薛飞是退到中远台 这个正手反拉出界 这样是一比三 喜新刘世文又是轻松地 赢下了第三局 就把这一样的转 一样的转 一样的转 这一样的转 就是 我把这一样的转 一样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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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有人在平备憋着这个反应 先别再把那照常大 你再憋回去 让你们全力转 把转 把车子摆在这边上 人家就等着你清理了 有点半分钟了 就像这样子 他看我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他这样戳也出现了 他把下的一关给你去 把小型给你推着 你往后推着 你去把他摔在这边上 还不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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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 你把他摔在这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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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上 今天就 enfermed Jam大家好 oluş了 你们生去质声 就这样了 劉师文 劉师文 加油 劉师文 加油 郭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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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出 出了 漂亮 好 好 这个打回头是许新的实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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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时候要给你暂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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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一点 知道对吧 广一点 拿个拧轻一点 广一点 他应该是十八九 应该是这种 对吧 自己手上有点调节了 许欣发球 好球 漂亮 许欣之前这一版呢 是稍微简历 改变了一下节奏 就这一版 慢拉一版 高调 刘世文那也是心有灵犀 变了一个直线 擦网球 联系的高压球进攻 从这场比赛来看 确实许欣刘世文 现在两人的配合 这种默契程度 包括两人 现在这种求生欲望 还有状态 让球迷看得 还是比较欣慰 因为刘世文那也是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伤病 逐渐地在恢复状态 好 这个球是发一个转不转的 转不转的话 实际上就是看手腕 瞬间的这个出球的动作 那么揭发球队员呢 要在瞬间要判断出 这个球的到底是下旋 还是不转球 这局整体来看 孙文 薛飞 还是有一定的起色 看看能不能将这个比分 打得更激烈一些 这个是我们看到 就是在不利局面之下 孙文 薛飞 现在加强了薄杀 有机会就上手 而且孙文的特点 就是他的正手威力 大家看到 还是势大力尘 高抛 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发球习惯 当然发球一般来说 至少准备 两到三个套路 继续高抛 高抛 有的时候就是改变一下 这个发球的节奏 让对手不适应 好球 漂亮 就是这一局 大家也看到就是 孙文 薛飞 首先他们的发球效果更好 这样孙文 薛飞 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好 好 反手拧了 随着许新的出界 这样11比6 孙文 薛飞是搬回一城 将区分搬成1比3 其实这局比赛 我们看到就是 薛飞 孙文 首先在发球上增加了很多变化 转不转 侧拳 勾手 交替使用 发球的质量 有一定的提升 这样给 许新刘诗文的揭发球 带来一些难度 一直在导致 如果有一个小时 如果有一个小时 都可以 有一个小时 一定有了 我女孩可恋不乱 因为你掉下 有一个小时 对 然后在100 好像还都可以 所以你掉下了 刀 不掉下去 碰到尿 正先动 在你 它转 所以 当时它转弱了 没有 他最好的 他接你 他飞了 让你飞 然后他 你动 如此 对吧 但你太太了 太冬了 太冰了 他就整理反而不太在看 太冰了 他也不太冰了 太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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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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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日本的 就是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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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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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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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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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